欢迎来到我的餐桌 口感浓郁 虽然只有简单的几个材料 却能做出如此香浓好喝的豆浆 今天突然好想念妈妈做的豆浆 你们也跟我一起动手做吧 首先我们先来准备泡黄豆 今天我使用的是非经营改造的黄豆400克 然后加入水稍微将黄豆清洗一下 我们将水倒掉 然后加入干净的水 大约腌过黄豆至8分满就可以了 我们盖上盖子 放入冰箱隔夜冷藏8至12个小时 生黄豆至少一定要泡8个小时 才能够除去里面的脂酸 泡好的豆子从冰箱拿出来之后 我们必须除去黄豆的外皮 跟调出不好的豆子 像这样子不好的豆子就必须去除 才不会影响到豆浆做出来的口感 我们将水倒掉 然后加入干净的水 重复清洗跟检查的冻结 重复清洗至少要两次哦 这样才能够把不好的杂质去除 这是泡好的豆子跟原本黄豆的比较 准备要来打豆浆了 这次黄豆的量 我准备分两次来搅打 在调理机里放入1 2分泡好的黄豆 然后加入水900克 这个调理机功率很强 所以我只打了20秒 黄豆不能搅得太碎 也不能搅得太粗 要刚刚好 这样煮出来的豆浆才会香浓好喝 现在我们加入剩下的1 2分之1黄豆 然后加入水900克 防豆就是要打成这样子绵密的粗细状 倒入剩下的水200克 将调理机里的黄豆浆清洗干净 一点都不能浪费哦 现在我们来煮豆浆了 一般煮豆浆会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将豆浆绿渣挤浆之后煮滚 第二种方式是调理机搅打完之后 直接开火加热 放凉之后再绿渣挤浆再煮滚 我今天用的是第二种方式 将打好的豆子直接开火加热 煮至现在这样子维滚的状况就可以关火了 在煮豆浆的期间一定要不断的搅拌锅底 才不会造成豆渣沉底 呈现焦底的状况 建议大家可以用不粘过来煮哦 然后我们把它放凉再来挤浆 今天我用的这个绿渣袋 质地非常的细致 之前用传统的绿浆袋 觉得挤浆的时候非常的费力 每次挤浆的时候都要很用力很费力的去挤 自从用了这个像丝袜质地般的绿浆袋之后 绿渣挤浆变得很轻松 你看稍微挤一下豆浆就挤出来了 现在我很喜欢挤豆浆 每次挤浆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舒压 好疗愈 软软的豆渣可以挤出很绵密的豆浆 将挤好的豆浆倒入不粘锅里 不粘锅一定要选大一点深一点 这样子会比较好操作 现在我们开火加热 在煮豆浆的期间 还是要不断地搅拌锅底 让豆浆能够受热均匀 不会粘锅 煮到豆浆像这样子沸腾的状况 就可以灌火了 在煮豆浆的期间 会产生很多的小泡泡 我并没有把它捞除 建议大家可以在灌火之后 稍微将豆浆沉淀一下 豆浆表面会产生凝结的豆皮 到时候再一起将表皮的豆皮 跟泡泡一起去除就可以了 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喝一杯香浓的热豆浆了 所以无等去除泡泡 就先来喝一杯咯 这个质地真的好浓稠哦 我喜欢的浓豆浆 是先煮再绿渣 这样豆味才会更浓郁更滑顺 豆浆冰过之后 喝起来有如丝绸般滑顺的口感 而且豆香味十足 这么好喝的浓豆浆 你一定要试一试 想喝吗 赶快动手做吧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